别碰 压住 我叫麦穗 杀人有种够的 我不干 科蒙拐骗 可以 见面野山深哪 让我想命了 不想 还没有人敢跟小英雅玩仙人跳 我在上一只 一个身交体贵 只值玩乐的 顽固公子 咱俩这事 怎么了结 大女犯男犯 是不是要对我图摸不轨 我打死你 个门口 没有人比我 更懂女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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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样了 此秋 此久 那你不得对我 瞧美一下 你是什么意思 你问我 喜不喜欢你啊 没有 我有一个朋友 我明白了 你是想把你朋友介绍给我 莫得温润 不易伤人 他属于 温文尔雅类型的 还是 高达威猛类型的 撤 撤 我是不是来早了 将军 您来晚了 嫁给我吧 让我承认 有些事情太快的话 我也受不了的 睡觉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啊 小破碗 咱俩真是冤家路窄啊 你认错人了 想跑是不是啊 在圣读这地界 还没有人敢跟小爷我玩仙人跳呢 你真的认错人了 我就是一座水粉生意的 什么仙人跳啊 等等 我要是硬不让你走呢 你以为你谁啊 这光天化日之下 还想正是亲人不成 我是谁 你在圣读城混了那么久 就没有人告诉过你 我是谁吗 就没有人告诉过你 我是谁吗 阿迈 阿迈 你面前的 是定南侯府的世子 母亲乃当朝圣华长公主 你遭遣 参见世子爷 我 自作上字一别 我就知道 此人绝非一般啊 世子爷 您总算是打开了我这个心结啊 每当我回到家中 我这脑海中 浮现的全部都是 世子爷英俊的面庞啊 我根本就睡不着觉啊 这觉 还是得好好睡的 你说 今日相见 算不算是咱们前世修来的缘分 不瞒你说 就在刚刚我 还在空荡荡的街道上 寻觅着世子爷的身影 不 不 不对啊 我刚刚看你在卖东西 你也没找我呀 你可别忽悠我 我无口而已嘛 世子爷不知道 小人家中 尚有卧病在床的 八十岁老母 家有嗷嗷待哺的兄弟姐妹啊 全家都靠小人一人养活 慢着 你家中 有八十岁卧病在床的老母 还能出来这么多 嗷嗷待哺的兄弟姐妹呢 嗷 莫非 是家中老父身体好啊 家中老父 早已去世 行行行 你别在这儿跟我说没用的啊 我没工夫去你这儿 家长里短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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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当着大家伙的面 给我说清楚 咱俩这事儿 怎么了极 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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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爷想怎么算呢 你陪我玩个游戏 莫不如 你陪我玩个游戏 等着 这儿是 这还包着啊 这可是难得遇的 千年野山蜃的 天年人山蜃的 这东西就连宫里的都没有啊 他骗人 怎么了 好 公里友 我见过一次 那是好东西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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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西 我要了 这是两百两 算我的 这么快 这可没法猜了 主见那个 就这个 跟我想的一样 来来来 下铺下铺 下铺下铺 开开开开 开开开 开开开 开开 开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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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开开开开开开 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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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让他了 让他了 让他了啊 大哥 大哥 别别别 我可跟你说好了 最后一拳 你先来一拳 最后一拳还来一拳 让开开开开 快快快快 就是他 人中目中居在啊 我们走 大哥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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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起来 小红师傅 许红师傅 你这是下死手啊 怎么样 今天算通过考核了吗 世子爷本寻考核未能通过 需重新考核 训练再加三日 为什么呀 刚刚你的招式 我不都一一破解了吗 还有啊 爱吞的弥香 能不能换个味道啊 我都闻烦了 世子爷辨别弥香的功夫 确实学会就成了 那你来告诉我 剩下的异程在哪儿呢 还有一程嘛 知道了 这五百两银票 是掌公主殿下给你的谢礼 殿下说了 本应当面向你致谢 怎奈今日府中有白事 不便见客 还请卖小哥见谅 我只为求个消息 无以攀附地难候府 你为什么要找他 因为他欠我银子 很多很多 我必须要找到他 我必须要找到他 怕了 我不问便是 只是 我一直负责 南下境内的消息往来 麦小哥的事情 我爱莫能助 你的意思是陈琪不在南下 是陈琪不在南下 你拿着这个 你拿着这个 输了慎都王辈 去引宝城 找一个绰号叫鬼手阿四的人 他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 鬼手阿四 你不在乎是陈琪不在南下 麻烦麦小哥 替我带一句话 就说山高路远 春娘无暇与他相见 心中多有愧疚 多谢淳娘姐姐 阿迈记住了 告辞 姑娘保重 我不是你的父亲 什么意思啊 你是我们夫妇收养的孩子 你本名叫齐怀 生于用戏三十七年 你的父亲是前太子七贤 这 这怎么可能啊 父亲 你的生母 是太子府的一名侍妾 你出生之时恰逢宫变 太子府全富俱灭 你是被稳婆救下来 我实际上是你的孤母 此时为何要瞒我 皇上一直在找你 我和侯爷为了保全你 真是淡尽截律 可是近来 我那皇兄 以心病悦法重 他杀了很多 生于勇喜三十七年的年轻人 可见 可见他杀你之心 愈发坚定了 儿子终于明白 为何母亲让三位师父 一直叫我放身之术 是 我们两个总会先你一步离开 需要让你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那为何要瞒我到今天呀 因为 我已旧机复发 命不久矣 父亲 我死之后 淮南军必然重归荒卷 这丁南侯府 也护不住你的周全 我和你母亲 已经商量好了 尽快 把你送离圣都 我不能走 你们二老 你们二老 他经节律 你得就是顾我周全 在这个结构眼上 如果我独自迁逃的话 我就是大不孝 宇智 你若不走 我会牵连你母亲的 朕知道你所求何事 朕听说前几日 一直在宁翠阁 遇到了刺客 你是想让他离开圣都 去避祸 请皇兄 为我们孤儿寡母做主 朕会替你做主的 起来吧 我查下来才发现 那宁翠阁竟是个细索窝 这宁翠阁竟是个细索窝 上上下下几十口人 以青楼为名 行细索之事 在朕的眼皮子底下 竟然存活了那么久 好在刚刚让石垣去处理了 石垣 无疑高强 行事狠辣 确实是清理细作的最佳人选 你放心 石垣绝对不会对那些女细作 心慈手软 既是石大人清理 宁翠阁毙生辉 就你们三个 有我们三个就够 够了 我干的 我干的 想怎么着 别毒死 大叔 女人 天我真的没有 假讨 你们 雨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又来一对 那我实话实说吧 他 其实是我们定南侯府的人 定南侯府就可以仗势其人吗 若再妨碍公务 免你们一块抓了 若是定南侯本人呢 不可 莫非 把本侯也一并抓进去啊 你是定南侯 那为何身着护卫衣裳 捕兔大哥怕是太久没有回盛都了 现在盛都的官家子殿 就喜欢穿各式各样官侄的衣裳 只不过今天是禁尾符罢了 古白 给捕兔大哥也来一套 不必了 一颗有印证 睁开你的眼 看清楚 不许定南侯爷驾到 下官惶恐 别惶恐了 赶紧把人放了就好了 放了吧 只能放一个 是 另一个证据劝早 必须带走 好 好了 大哥 又怎么了 天这么冷 你给他找个屋睡吧 冻坏了 你们也担不起不是 我说你小子怎么 拿着拿着 打酒喝啊 好 行吧 多谢小侯爷 出手相助 真没想到 今晚怎么能在这儿看到你呢 举手之劳 动坏了吧 没关系 没事 来 小侯爷 还没歇着 你不也没睡呢吗 喝点酒 暖暖身子 对了 这是他们自己酿的酒 要不要尝尝 那 见识见识 来 来 喝酒 你说怎么这么巧啊 竟然在这儿遇见你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呢 现在是青州守将 正在去 任哲的路上 恭喜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银宝 银宝城 你要找的人在银宝城 淳娘姐 给了我一个信物 她让我去银宝城 找一个叫鬼手阿四的人 她说那个人手上 有我要的信 对了 彻底是 aspiring 对了 用你们去派 就想吧 你我赢了 对了 我最爱是谁 我 приехали 你把你带来 到了 这一个人 一二三 其他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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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在时日在府上 我心里还挺不好受的 可是 母亲一直在身边 我又不好表现出来 这胸口啊 就一直 像一块大石头似的 在那儿压着 不过今天谢谢你啊 阿迈 刚好借着小九抒发一下 要不然我在家 都不敢哭 想哭就哭吧 哭出来就好了 真的 想哭就哭吧 哭出来就好了 我出去找到家 那谁让你上回走的时候 把钱都拿走了 就给我留那点碎银子 我哪儿够花呀 我得挣钱嘛 不要客酒 想不为力啊 快快快 涛儿 我去方便一下 去 等一下 顺便看看院子里那个 给 行 来来来来 喝酒喝酒 真点儿 来 闭嘴 盲着他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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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我说你小子想放了他 这 这怎么可能呢 大哥不能 来 过来 你过来 大哥 快点 大哥 他 这时候 我就知道你小子有鬼 误会 误会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这儿附近的许落兵 可是不少啊 他 他 救命 你 救命 什么人 我还快回来找你的 救命 去看看 你看 老大 这好像北墨人的东西 把这个北墨戏座给我拿下 起来 大人 我不是戏座 那个玉班智 是刚才揍我那个人留下的 你小子挺会编故事啊 这么名贵的班智 你不是戏座爷儿小偷 给我带走 走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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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哥 开心人了 来 我去那儿吧 来 这有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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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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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什么事啊 我们在这儿吧 在这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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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什么 都老实点 退后 坐下 坐好了 带你来 都给我老实点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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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说实话 我宰了他 住手 我就是丽儿娘 别动手 咱们又见面了 我来就是被了沙唐灭口的 你动手 倒是替我守事了 当真 当真 动手吧 动手 住手 长公子陷害我 害我被误认为细作被关到大牢里 咱俩这仇 可还热乎着呢 你到底想怎么样 长公子今日若不向我道歉 谁也别想把他给带走 好 我向你道歉 没有诚意 给我跪下 这是你自找的 仔细搜 一个都不能放走 给我拿下 把你那本顾书给我擦好了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小白脸 大哥叫你啊 过来 来了大哥 大哥 回这位大哥啊 小弟从外地过来 刚一进来就碰到了这个 打劫的 稀里糊涂的就被当成了细作 这就被抓进来了 细作 我最恨细作 小子可是土生土长的男下人 绝对不是细作 大哥 都是误会的 误会的 你怎么长成这样 水灵的跟个娘们一样 站起来 站起来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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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你干吗 住手 你 假扮常玉轻 你疯了吧 就你这吸胳膊吸腿的 一看就能被戳穿 怎么可能会是我假扮 要假扮也是你假扮 唐大哥 你没发现吗 你跟 常遇清 是不是有几分相似 你知道吗 那黑铁骑可是 常遇清的嫡系部队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正因为是嫡系部队 才不会有人敢怀疑 有人假扮常遇清 四爷 我们只要做到六分相就可以了 嗯 办法倒是个好办法 可是我只闻齐鸣没见过齐人哪 我见过他 我也见过 这装扮六分相 重点乃是形色 一些细节并不重要 四国杀将常遇期 长枪吞鬼面 白马照银甲 这鬼念和银甲 自然必不可生 这银甲可用竹条编好部件 再依次用麻绳串连覆盖即可 再在竹甲上红上纸 制成简易指甲 上面再复一层细银膊 层层贴好鸭屏 层层贴好鸭屏 不错啊 有八成像了 才八成 那剩下两成呢 这剩下两成啊 就得交给夜色 夜色之中 月色朦胧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做到八成像 很不容易了 不行 现在整个南下都身系于他 我不能拿他冒险 谁让你拿他冒险了 好 各位 我的意思呢 是我要一群 拿着真刀真枪的北墨兵 新自护送我们出城 你想什么呢 真刀真枪的北墨兵 怎么可能护送我们 那各位就得替我安排了 是哥哥 是哥哥 沈子 是我 沈子 大哥 把刀收起来 别吓着孩子 妹妹 是不是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嗯 来 哥哥给你找些好吃的 沈子 我们就这些食物了 都给孩子 谢谢哥哥 天经吃了又如何 明日还不是要死 这是为何 那北墨的将军说要找到你们 明日找不到 便屠杀全城三成百姓 三日找不到便突进全城百姓 我是不怕死 但尔阳还想 我也不想他死 我去 兄弟 大哥 兄弟们死伤太快 这样下去撑不了多久了 去牢房拉线精壮 作为后骨 还能抵倒一时 快 是 兄弟 去牢房抓人 跟他们说 上阵杀敌者一切罪名皆输 好 非猛人攻城 可有人自愿随我出战 非猛人攻城 可有人自愿随我出战 自愿出战者 一切罪得全免 是 在这儿 广杀敌人 我愿意 我阿迈生为南下人 死为南下魂 为国效力 义不容辞 我愿意 老子这辈子 从没这么窝囊过 是南人的 就给我上 跟被某人拼了 我应保仇是你们的家 你们都不要了吧 你们的妻儿 你们的父母 你们都不要了吧 兄弟们 为保护我家园 赶出北莫高 回庞 出北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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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安 麦大哥你知道吗 我以前也和我娘 像这样 一起看过星星 想他了吧 绣儿 听说过一个传说吗 死去的人 都会化作天上的一颗星星 不论人 他们就在哪儿 看着你 陪着你 守着你 所以你不顾他 站住 吴战大人 你怎么一个人啊 你们屋长呢 早些时候我们屋长呢 带着我们抢了一家富户 让兄弟们把东西抬回去了 我这么寻思着 看看有什么油水没有 你是真的命好啊 我说哥几个看见没有啊 你再瞧瞧我们几个 就忙活了大半天 瞧瞧 就捞着这么两只鸡 还让莫师父给警告了 真是晦气死了 不是 你第几五的 回屋长大人 我是第九五的 第九五 第九五 就是那个姓刘那小子吧 屋长大人 你要是见了我们屋长 可千万别提我 否则的话他饶不了我呀 你放心好了 明白啊 走吧走吧 好 谢谢屋长大人 好 站住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 这个就是一个不值钱的小玩意儿 我这刚从那个妇人那儿 这抢过来的我这 老了吧你 不错不错 还愣着干什么 走吧 没你什么事儿了 我说让你走 你听不懂话是吧 走 回去喝酒 嘿嘿嘿嘿 先走逃出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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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马上马快上马 先走逃出城了 快上马啊 快 快上马 快上马 给我个饼 走啊 走走走 随将军出发 随将军出发 走 将军 有大队骑兵出城 何人为首 你 速开城门 速开城门 将军要出城 别耽误将军的事 快 开城门 快eth 快 开城门 搞震 birth 快走 快лы 快爽 快 público 这是 我好 是我不能得搞 怎么将军今天为承赵远牌啊 卧师啊 你可真行啊 有马车不坐 你懂什么呀 新冠上任第一天就得让他们看看 我坐在马车里让他们看什么呀 看吗呀 没休息好 你说你上任 你一个人去就行了 你干嘛一大早把我也给叫起来啊 我比你睡得可少多了 起早换假 我就看不出来了 你一个大男人 你说你挑挑选选一早上 这假也没什么区别啊 不知道的人 还因为你今天过门呢 男人最重要的就是细节 这叫重视 估计就你一个人重视吧 你还别说 据我观察 这街头巷尾呢 估计都是我爹的旧 都在暗中保护我的 怎么能说就我一个人重视呢 人是挺多的 身居高位 下面的将士呢 难免会如履无兵 你呀 慢慢习惯吧 小飞 你先小心为啥 什么小心 这里是青州 我爹混了那么多年的青州 谁不得给我小侯爷 几分薄面啊 我们就算是 诶 成首府 我 这承手府的大门怎么开这样 兄弟们 走 是 是 过来 来了 来来来 干一个 必须喝啊 来 来来 干 好酒啊 好酒啊 还那么客气 各位 听我说两句 这来到这儿啊 就像是来到自己家一样 想吃什么 想喝什么 想要什么 就跟他们讲 来 干了 小侯爷 您太客气了 多谢小侯爷 欢迎麦兄 嗯 嗯 小侯爷 兄弟 想求您帮个忙 我这不是一直想去北磨吗 一直弄不到通关文底 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还是要去啊 啊 必须得去 嗯 小侯爷 您看这 阿梅兄弟 这件事情 你找我可算是找对人了 哎 这个通关文谍的法方啊 是归义和使团管 而这个义和使团的长事儿了 那可以说就是我亲哥哥呀 小侯爷 这杯酒我干了 哎 干了 来 来 小侯爷 诸位 若是能将定南侯活着带回去 无非一兵一卒 便可将青州纳入囊中 岂不是大功已建 小侯爷 阿梅你干嘛 放了小侯爷 对方买家已经到了 诸位若是再不决定 我可就要与他们聊了 好 你把人交给我 我保证送你出关 我龙吟未要的人 谁敢带走 他可是青州守将 掌管青州兵权 活着可比死了之前多了 准备跑 好 定南侯伤一支 勾结北墨 杀无赦 走 走 通知宫口的人 不必拦住他们 都打起精神 绝不能放他出谷 是 没事了 阿梅 阿梅 不知为何 刚刚 你换了一个角色 特别不客气地对我 我反而觉得 有点血脉糞 很幸福的感觉啊 嗯 哪有为什么 他是为了救你啊 对不起啊 我刚没告诉你 就是怕你眼眸好 哎 一下子也别告诉我 海盗也不错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 要乱七八糟的 我告诉你啊 我们到了谷口 也很难过去 此时我也担心 要不这样吧 我去接上秀儿 我们在谷口集合 好 你看好的 走吧 这小侯爷上茅厕 怎么这么久 就是 这么久还不回来 你 找找小琴 有个人 有个人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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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将军你好了吗 将军 过来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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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个人都放倒了 我喝了好多酒 看着迷香点燃了我才出来的 春娘教我的迷香之术 总算是派上了用场 只是 少了一个人怎么办呀 本想着若此时将三人斩杀 这青州就归小侯爷所有 可想来他们早有警惕 咱们只好趁机外逃 先出城再说 好 不好 将军 将军 小齐 大人 你怎么样 小军 快扶我去 去准尚一致 滚 两人 商将军请止步 房阳 给本将把城门打开吧 朱末将不能从命 放肆 敢拦着本江 前小尉 我跟你说啊 要钱 要官位 我都可以给你 只要你放了我就好 大阳 把他给我带下去 这是哪儿 不是 我 我进去 马上干活 马上干活 我钱小尉 什么情况 他怎么还来 钱小尉 钱小尉 放我的事儿吧 小尉 罢了吧 起来 我还起来 起来 快起来 加油的 兄弟们 谁带劲 这里怎么会有个少年啊 你别管这些事儿 好 来 来 来 喝水了 一人一瓢啊 不许多喝 这么累 一人一瓢怎么够啊 定量就是如此 谁多喝了 后面就没水喝 好 快点喝 喝完继续干活 喝吧 再不喝没了 那你呢 放下 放下 不 我不能喝 给你 你就喝吧 咱们俩人一瓢 又没影响别人 谢谢哥哥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此地啊 我和我奶奶相依为命 有一日 性前地踢打我奶奶 我心里气不过 就不让去咬了 性前的一口 她就把我关这儿来了 小孩子都不放过 她们赵前孙三个校尉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只会吸押百姓 搜瓜明知名告 我们大家都希望能有人 来为我们做主 婆婆 我看您这车太小了 不像是给军营送饭的 是给城外某个地方吗 您孙儿 是被关起来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那地方在哪儿啊 小兄弟 不能去啊 那个地方有很多官兵把守 平日里 除了我这个送饭的老婆子 没人可以出入 你就算知道了在哪儿也没用啊 婆婆 现在能帮你孙儿的人 只有我了 我朋友是故地南侯 伤围的儿子伤一只 他被前孝伟陷害 很有可能跟您的孙子 关在了一起 双老侯爷的儿子 是 原青州军校尉 前瑜 赵志 孙涛 任职期间犯上作乱 思求主将 其种种恶行 触犯多条军技 输罪并罚 一律当斩 前瑜 你等可还有一言 末将 罪有阴德 只求将军 能饶过我家中蹊跷 放心吧 你的家眷本将已经安顿好了 你啊 安心上路吧 谢谢将军 时辰已到 俩走 将军 我才能不敢了 饶命干将军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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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啊 将军 下面请伤将军讲两句 去 去啊 去啊 接下来我就问问大家 我们参军 是为什么呀 保家为国 保 保家为国好呀 这 接下来呢 本将 宣布三件事情 这些银子 都是本将的私银 第一件事呢 我会修建一所学堂 这个学堂 不仅可以招小孩子 老人 乞丐 谁都可以来 不管是谁 都能保证 你们有一口热饭吃 可以睡一个好觉 如何呀 好 这第二件 就是所有将士的军饷 增加三成 从本家的私银里出 若有人立功 另行行赏 好 这第三件 以后 你们就是本将的家人了 希望我们甘胆相诏 可好呀 甘随少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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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侯爷 阿妹 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当然是来救你的 还是要废话 不是 我 要在 行吗 快走 快走 小侯爷 我在北边的断崖 留了绳索 你先逃出去 我马上过来找你 那你呢 我还得再去救个人 救谁啊 一个 一个叫明哥的小鸭子 明哥 那是咱自家兄弟 不过你现在救不了他 得到晚上 现在根本无从下手 这样 咱们俩先藏下来 走 是吗 是 呢 其实不是 员 大哥 大哥 走 走 上狗腰跑 快快快快去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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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快快快快快 你小子可以啊 还多带了个帮手 那你俩就在这儿待着吧 至于你 明天我再收拾你 小爷 我今日细查了一下擎州粮草 恐怕 我们争不了一个月 那得赶紧上保朝廷 跟他们要粮啊 现在各州 都在向朝廷要粮 加上近年来朝廷数次一合 送粮又割地 粮草损失非常巨大 那先生我们该怎么办啊 离我们这儿最近的 只有豫州 兵强马壮 粮草储备 成年充足 豫州好呀 豫州的承受 十大春十蜀 他曾经是我爹的救骨 以前我爹救过他命的 我认为 跟他戒粮 他应该不会拒绝的 本来刺激是可行的 可是现在 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啊 掌控住命令 太子不日 将抵达京州 太子又要来 是 如果太子前来我等不在 恐有是指之最影 还请小侯爷速速定夺 太子要来 我恐凶多吉少 可即便我留在城中 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事啊 夜下时局动乱 这北国人刚刚拿下银宝 说不准那天 就打到青州来了 先生 此事听我的 去宇州 好 对了 这阿麦的通关文碟 解决得如何了 阿麦 怎么了 木槐有消息了 就你上次 让我问的那个朋友 那个阿四 他已经过世了 还有啊 这通关文碟啊 本来确实归我 那个秦哥哥管 可是咱们跟北墨 不是开战了吗 所以 这情况有所变动 没事儿 我自己想办法去北墨 明日啊 我们要去豫州解粮 我的建议是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啊 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去豫州了 我还得想办法去北墨 你听我说啊 你去北墨那豫州是必经之路 况且 那个守将叫石大春 是我爹的旧部 没准这通关文碟啊 他有办法解决呢 也好 那明日一起出发 多谢 嗯 见过石夫人 徐姑娘不要客气 下去吧 是 不知夫人找我何事 今日我在花园瞧见徐姑娘 心里喜欢 就让人去打听了几句 听说姑娘已经没有父母亲了 无处可去 正巧 我也无儿无女 故儿想留下姑娘 在府里做个伴 平时呢 帮我抄抄佛经和家书 其他的活计就不用了 月银的话 就召我府里一等丫鬟发放 不知徐姑娘意下如何 夫人厚爱 秀儿惶恐 我只不过是顺手帮了两个老奴一把 也不是什么难事 怎么担得起夫人这份好意 我知道 我这么问有些冒昧了 徐姑娘心中定是存有疑虑 不瞒你说 我曾有个妹妹 我们一同长大 从未分开过 只是在我家人后不久 她突然重疾离世 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至今我心结难输 我那个妹妹 同徐姑娘一样 有一双信眼 乖巧通透 又识文断字 我看着徐姑娘 就觉得亲切 和我男妹妹一样 秀儿不好 勾起了夫人伤心事 我提这些呢 也不是想为难徐姑娘 姑娘若是愿意 就留下来 不愿的话就算了 夫人这般好意 我自然是愿意 夫人不必客气 以后换我秀儿就好 好啊 老爷回来了 回来了 这位是秀儿 是跟小侯爷的朋友来的 我看他能写会算 又无金投靠 留在府里做个帮手 夫人做主就好 小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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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等一下 你们小侯爷去哪儿了 老爷方才带了一队人来 把小侯爷抓走了 抓走 抓去哪儿了 这我不知道 糟了 阿满啊 那个老夫已经派人 明天送你出城 至于怎么去北墨 你自己想办法 石将军这是何意啊 你把小侯爷抓去哪儿了 不是我要抓小侯爷 是太子要杀小侯爷 这一夜要怎么把小侯爷救出来 老夫现在也没有办法 石将军留步 小侯爷既然是我阿迈的朋友 那我自然不会丢下他不管 据我所知 太子是为兵权而来 对吗 这你都知道 对 太子手无兵权 在朝廷的地位非常尴尬 已经几次三番地想拉拢我 我呢 是不想参加皇权斗争 所以一直没有去答复 哎呀 小侯爷呀 刚出圣都不久 地方上根基不稳哪 小侯爷根基尚浅 正是我和将军 营救他的筹码 你有办法 郁州近日 是否有延误比赛 对呀 快 快 快 咋了阿迈 你瞎大哥一击里了 吓死我了你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进来有一会儿了 我看你门没关 我就直接进来了 哎 石将军已经同意了 说我在训练之余 可以多陪陪你 走 跟大哥出去 逛街去 走 哎哎哎哎 大哥 我这衣发没穿呢 一会儿再尿个尿 你先出去等我 尿尿啊 来 弟弟 尿糊 咋的 害羞啊 害羞大哥不看 好 不是 大哥 不是 这从小只有一个习惯 这有外人在乎 你尿不出来 哎 大罗爷们儿你怕啥呀 军营里都是这样的 来 大哥给你马上 哎哎哎哎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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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病 咋的兄弟 有病啊 嗯 那行 那你快点 大哥过会儿带你 看大夫 好 尿尿大哥 等我 吓死我 不行 休闲点了你 哎哎呀这下该怎么办 我也不识字 谁知道这帖子 该分别送往何处呀 都怪你撞我 不然我也不会弄混的 你自己摔跟头弄坏了差事 你反当怪别人 要不你回去问问夫人 你敢别害我了 前两天我刚算错账受罚 可不敢再到夫人面前 就偷闲了 那那那你就自求夺福吧啊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大娘这这 你若不嫌我多事 不妨拿过来我瞧瞧 那就有劳徐姑娘了 徐姑娘 这张是城东遥远外 邀请城守大人 夏月初二打猎的帖子 这张是 承熙武校尉 邀请夫人赴生日宴的帖子 则玉州获胜 若夺旗失败 则青州获胜 闭玩 绘子获胜 罗子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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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拗护群群 走 走 长辉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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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这 比赛结束 青州军胜 太赢了 你们 你们这是耍赖 你说什么你 我带你去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吃可好 好啊 走 走 小侯爷 吃饭吧 再不吃 这些美味可就凉了 这就是你说的风景秀丽啊 再配上这些美味佳肴 是不是别有一份氛围 他们一定觉得 确实挺美味的 吃吧 驾 不是 阿伯 你怎么在这儿啊 就知道你也在这儿 特意过来足以的 找我干啥呀 有点事儿 吃什么饭吃饭 分明就是来找这姓唐的 那位是 小侯爷 商将军 来 他那可不跟你说的 对 说话就说话 上什么手啊 记住吧 你怎么还跟着我啊 没有 我 我闲来无事 出来溜溜神 溜神 你吃饭了吗你就溜神 溜什么神 那个 你是不是有话要说 没有 说吧 就木白和他们几个 天天疑神疑鬼的 非说你跟唐大哥有什么 那我说阿迈跟唐大哥 怎么可能有什么呢 是吧 有没有啊 你犹豫了 你把手收回去 到底什么事儿 你是不是喜欢人家 不喜欢 一丁点儿都没有 没有 那这么点儿呢 真没有 那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别跟我胡说八道 别激动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吧 就是责任心强 既然大家谎问到我了 我就有责任有义务 把这个事情搞搞清楚吧 是吧 现在搞清楚了 没有的事儿 行 那你给我发个誓吧 我阿伯 我凭什么跟你发誓啊 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跟你说一下再胡说八道 我非揍你不可 你出去 出去 确实今天也问得差不多了 我回去告诉你 都等着我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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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走 真奇 我要杀了你 救命 阿曼 阿曼 行吧 行了 别再打了 行了 行了 不要再打了 阿曼 你疯了吗 战恋至于吗你 这是干吗 摆摊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昨天晚上 给你背了点东西 这个是皮草 北冒实在太冷了 你要冷的话就多穿点 如果脖子凉 就把这个套脖子上 特别管用 这个是敌军的铠甲 遇到危险的时候 把它换上 这招我试过很多次了 特别好用 比蛮干强 下雨了 别愣冲 带把伞 别感冒了 这个是夜行医 天黑的时候 把它换上再去执行任务 别穿着自己的衣服上 这个是绳钩 如果你要去高丑的时候 就把这个钩子取下来 先把钩子丢上去 这个也不用我教你 我也不知道 你喜欢什么衣服 就每个财量买了一件 按照你的身材做的 如果说你不喜欢 这下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布料 你看 什么颜色都有 只要能找到合适的师傅 做出来应该不难堪 你出门的时候 尽量倒点水在里面 待在身上 要不然能渴的时候再找水 就来不及了 对了 这些都是一些药材 灯柜 厨师的 陈皮 灵芝 灵芝可以养其安神 你准备这么多 我能带着走吗 还有这些 我把我能想到的所有的药 都放在这里边了 反正你要是哪儿不舒服 就自己过来找 应该都能找到 还有这个艾藏 它比较特殊 它除了可以平传 镇科 如果在森林里或者树林里都有蚊子 你就一把货把它点了 也有用 出去不管干什么 一定把刀在在身上 我给你也备了不同的规格 如果能把它藏在鞋里 就把它塞进去 如果实在是没办法带武器的话 就把这个带上 金战还是它好用 这边还有火折子 天黑了危险把它点上 这里还有大火石 需要用火的时候打一下火就有了 如果说万一受伤了 这里有大大小小的工具 我给你备了两套 这个箱子的下面还有一层 这里有铜钱 有碎银 还有银票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用银票 因为漏财 容易惹麻烦 这是一些首饰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 够了 我就用我的喜好买了一些 那些盒子里的 首饰也是我给你准备的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你就把它当了 买点好吃的 昨天的事 我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有点鱼无伦思了 我昨晚晚上没睡觉 我先走了 你 你注意安全啊 你就这么走了 如果是内人派你来劝我的 就不必了 明日一早连军出城训练 你随心一起吧 大军送你一程 好 那人安排的吧 我可以自己走 不劳烦他 阿美 咱们是过过命的兄弟 兄弟们也想送你一程 明日暴时 城门集合 好吧 多谢了 早点休息 听唐大哥说 你要走 熊儿 你在这儿好好住着 我托唐大哥照看你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 我是怕有人欺负你 等我办完事 能回来 就回来看你 真的 嗯 那我等你回来 谢谢熊儿 好 动作快点 别磨叽 我从小就身体弱 舒汗起早会生病 好 那你就这么臭着 不洗了啊 我 我擦擦就行了 擦擦 哎呀 别拆我呀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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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给他洗干净呀 不洗干净别回来呀 我这不行 拜拜 哎哎 干嘛了 少将军是不是叫我呀 没用啊 你去回了 架了啊 走走走 小荷叶 咱们该走了 再不走城门洛索了 嗯 我要等阿麦训练完去看看他 阿麦 小荷叶 你能不能提醒阿麦一下 让他注意点卫生 太臭了 是吧 男人不就得臭点吗 臭男人臭男人嘛 你以为你不臭啊 我嫌弃过你吗 你这么说我也能理解 不过我能忍 他们忍不了 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说啊 刚才有个时刻太好笑了 第八五的人 抬正安排去洗澡 什么 洗澡 你把水 别闹了 别闹了 你们 别闹了 你把水 我这把水啊 别闹了 别闹 干什么呢你们 江医 江医 见过江医 哈麦 本将让你去找我 为何不来 来 属下一时贪玩 给忘记了 对不起 江区 对不起 江区 我们这是在闹点玩的 玩玩玩玩玩玩玩 罢了罢了 本将有重要的事 要属于你听 你们都先下去吧 是是是是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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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陆刚到底什么来头 你刚才看见没有 他他他他 对对对对 对我说话那嘴脸 可是 他气死我了 陆刚说得也没错呀 阿麦刚入 当然得引力要求 然后呢 好好训练啊 还胳膊肘往外拐是吧 你给我站着 不许进去 真是养了一群白眼狼我 看什么 是不是连你们几个 都在这儿看我笑吗 蒋介 徐先生 息怒 息怒啊 先生 今日啊 我是去帮阿麦解围的 结果他当众让我下不来胎 你说他才进军营几天啊 怎么就变了呢 老夫也是刚刚有所耳闻 将军莫怒 老夫有几句话 想对将军讲 母妃先生 跟他们都是一伙的 不 我和将军是一边的 总算有个明白人 说来听听 将军 您可怎知道 虽然女丫脉出生入死 情同手足 但是终归您是将 他是兵啊 如果阿麦今天接受了您的好意 您可想过 他日后会有什么样的处境吗 日后就没人敢欺负他了呗 是啊 是无人敢凌驾欺辱他了 但是也无人 会真心待他 到时候大家都会孤立他 他会形成 身丹立姑之太阳 阿麦随时要随军上战场的 身边如果没有可信任的战友同袍 您觉得到那时 他还会安全吗 在这儿说了 老夫虽不知阿麦 为何改变主意留在军中 但我知将军是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让他发回常处 他带兵用兵之道 我们都是见识过的 他这块仆玉还需慢慢打磨 他的路只能自己走 将军是帮不上忙的 先生那些话 如同醍醐灌顶啊 这胳膊 还不强啊 腰强啊 行啊行啊 不对不对不对 都站起来都站起来 这个臭怎么一直就跟着咱们八五呢 谁踩着屎了嘛 来看你啊 没有啊 都看看去啊 别动 哎呀 这么臭啊 你身上这什么味啊 那这太臭了 你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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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推三步赶紧的 对不起各位 从小身体里 是有股怪弯 所以昨天晚上 我看我是里边 我就没敢进去 我昨天晚上 在那小板凳上睡了 我屋长看着 赶紧把你那个东西 搬到最门口那个床上去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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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办 这门口封那么好的位置 你给他干嘛呀你 我吹死 牺牲你一个 为大家兄弟想一想不行吗 就是啊 就是啊 这么臭 他不好 这这多不好 要不然我就 别废话了 赶紧的 是 赶紧搬 是 是 哎呀这个二人 走走走快走 哎呀 谢谢 是 二代 嗯 你们两个新饼 把床都往那边挪点 好交流 哦 是 阿妹 挪下床 嗯 我再练会儿去 我也是我也是 走走走 走走走 二代 你不行我臭啊 我不嫌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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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哦 哎 哎 那么进去 接着水啊 护方 护方 许许 哭 驾 走 大哥 我就不去了 为何不去啊 北墨军营是你发现的 你立守宫啊 这不是徐先生给你的任务吗 你去吧 阿曼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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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放开 放开我 别动 蹦的呀 怎么不蹦的了 私自离营 我看你胆子是越来越大的 给我拉起来 彼此彼此 你也不差 你什么意思呀 你也不怕 想必你为啥吧 此事 不然现在等着我的 就是寻方英 你要让别人知道 我把我出了逃兵 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我要真是逃兵 何必回来受你这鸟气 不会 行了 我看你本事没有 最会狡辩 再走 等一下 你不过是看我不睡眼 何必扯这么多 何必扯这么多 正是因为像你这样的老鼠屎 混进了军营 才导致我们南下军力缠入 让北墨人长取直入 真不知道你爹娘是怎么教的 你说什么 我说你爹娘是闹肿 你说吧 我跟随唐校尉 探查北墨中军所在 银翼是情急 为及时尚报请命 阿迈甘愿受罚 你还能编个更大点的吗 将军 我能证实阿迈所言非虚 方才已经向您禀报过了 若不是阿迈 卑职一定不能完成任务 阿迈当立手工啊 你真的找到北墨的大军了吗 你怎么找到的呀 若不是阿迈先一步找到北墨营殿 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偷袭 你还跟那儿制较阿迈离营 唐校尉 既然事情已经水落石出 那我就代为宣判 将军同意否 可是先生 必然 赏罚分明 好 第七营第四队 第八五士兵阿迈 私自离营 以律当斩 朝廷的事呢 我不是很明白 但是我能读懂中间的一个道理 以前呢 他的手段是很直接 那是因为你只是一个空军侯爷 没有安身立命的本事 可现如今呢 你身后站着一整只青鱼联军啊 他若再想动你 也得多考虑几分 更何况 现在最紧急的 是抵御外敌 他坐在那个位置上 当然不会不顾大局 你说你怕什么呢 你说的这些我都记得 我也都明白 可我不是怕自己死的 那你到底怕什么 我如果只顾我自己生死的话 我对得起跟着我的这帮将士们吗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宁愿当一个另行禁止的兵 也不想当一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将 我这嘴一张一合 一个决定出来了 若是对了还好 如果错了 多少将士 会以为我这一个错误的决定 而丧命啊 我父亲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父亲曾经说过一句话 一将功成万古枯 所谓名将 就是从这些无数的枯骨血肉中 一步一步地淬炼出来的 而这些枯骨中 既有敌人 也有自己人 你既然选择这条路 就只能毫不动摇地走下去 这北摩的将士有多猛 你比我更清楚 咱们的将士跟着我 简直就是九死一生啊 将士们选择从军的原因 不外乎两种 一 保家卫国 二 光宗耀祖 既然选择了从军 眼前就只有这一条路 奔赴战场抛开生死 才有立功受伤 封侯败相的一天 他们选择你 相信你 你为什么不相信你自己 你若做不到杀伐决断 那他们在战场上 就只会懦弱不前 那才是必死无疑 这儿是什么 虫子 这个呢 也是虫子 阿弥 你明明知道 明日一战 人数悬殊如此之大 你竟还有闲心雅致 在这儿编虫子 来 编点士兵 这儿 好啊 我们俩一起便 把这又送给你 把这又送给你 难道这个 就是古诗中所说的 上古神圣 我明白了 你是想让他护我周全 阿弥 其实我编的是狗 好 对不起啊 我 我真的没看出来 没事没事 我把它 编成神兽就行 不不不必了 狗也挺好的 只有你最大 你说是狗就是狗 时候也不早了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明天就要打仗了 睡好觉 养尽蓄锐 你也是啊 你先走吧 你先吧 你先 我先走了 我走了 你先走 我已经走 我走 你走 回去吧 不停 我走 你去吧 ев主 好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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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就这样啊 靠好了啊 好 转一圈试试啊 来 转 转 实际要靠 靠 对 明天到了战场上 我们三个人成为一个小队 我们只要靠近对方 敌人不管怎么打 我们都可以防御 怎么样 实际上可以啊 你这个好啊 可以防止咱们腹背受敌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这么好的招 是不是跟他们也说一声 太好了 我当然愿意了 那 劳烦七哥去跟兄弟们说 行 那我跟他们说去 弟兄们 太好了 二蛋 明天在战场上 你一定不会死 阿曼 我是你 阿曼 大哥 先去帮一下武长 是 有 阿曼 兵权 再由先生掌管 即备队 是 跟我锁 是 驾 驾 小后裕 驾 兄弟们 拦住北冒狗的后路 给我走 驾 驾 驾 阿玛 阿玛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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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帅 大军受困 请元帅示下 阿妹 马上就好了啊 二军一 二军一 怎么还没到 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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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快 快 这是头疼啊 将军 现在就拔剑拔 拔呀拔呀 不拔留他干什么 将军 用这腰下 腰着 快快 阿妹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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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妹啊 好了 好了 快来啊 快来啊 等等我 报 将军 唐小卫派属下来报 北莫大军已金属撤出野狼沟 未有反扑之事 阿妹 你听见了吗 来 起来 来 一 二 三 来 行不行啊 行 没问题 就知道你待不住 不过说真的阿妹 做军人难免会受伤 但你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今天大哥有空陪你多走走 不过就算大哥没空 你也不用怕 大哥给你做了一副拐 看 阿妹 来 商将军 我是不是来早了 将军 您来晚了 我帮阿妹重新包扎了一下 还给他拿了副拐 唐小卫现在 应该挺忙的吧 既然你那么忙 你就赶紧去忙吧 这边的琐碎小事 就交给我来 将军 我不忙 今天已经练完毙了 这 这天还没黑 就练完了 不能加练吗 阿妹 大哥要走了 大哥 你才刚来 老爷 吃点儿吧 吃不下呀 邱大人 赵宫 肯定他 让每个月都不久 来 好 每个月都有 由一辈子 王家 来 别来 她的 听说了吗 那北莫军是因为 败给了清语联军 所以才逃到咱们这儿的 老板 两碗面 好嘞 现在应该叫镇北军了吧 这野狼沟一战 镇北军的商将军 用巧技 大败于我军五倍的北莫大军 最神奇的是 这镇北军有一个 玉冕炎罗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呀 只有他一人哪 就灭了两百多敌军 你就吹牛吧你 谁吹牛了 那玉冕炎罗可是有灭有性的呀 叫 卖遂 客官 免毫了 这个人怎么那么面熟 你怎么这么说 是不是城城府的丫头啊 看着像 服侍北莫人 那有什么好东西 夫人 秀儿姑娘不见了 怎么了 奴婢去给秀儿姑娘的房间 换棉帘子 在她的桌上发现了这个 给我备车 陪我去城门一趟 是 是 闲杂人等 武令一律不准出城 听明白了吗 准出城 不准出城 不准出城 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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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令一律不准出城 秀儿 上车 夫人 我送你出去 秀儿 赶快把衣服换上吧 秀儿 什么人哪 不知道封城了吗 怎么 连我都要拦着 原来是石夫人 我们走吧 请慢 里面还有什么人 你连我的车都要搜吗 小的也是听命办事 还请夫人通融一下 我去城外进香 里面只有我的两个丫鬟 走 驾 走 这天都黑了 刘星呢 再等等 去靠靠小西城 今晚 他一定会来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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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好 我 我演练 演练一下 我 不是 我是说我演练一下 刘星来的时候 我 我闭眼睛的那个表情 好 你也跟我一样啊 你必须得学院的时候 把眼睛闭上的 要不然冤枉是不会成真的 好 闭眼 好 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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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来了 刘星真的来了 这 这么快就没了 好 开啥了你 这也太壮观了 把正事给放了 没事没事 别忘了 岳月许完了 咱们走吧 慢着 据可靠消息称 今天晚上 还有一玩儿 约完我 一个就够了 走 走 北墨镖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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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进来吧 我不进去 我进去你就得打我 在哪儿捡到的 你都把他搞丢了 我在你扔掉的衣服里 把他翻出来的 我又不是故意的 生气了 没有 行了 你这么会编 以后再给我编一个吧 要我怎么哄你 说吧 你这什么东西啊 什么 什么什么东西啊 你出来 出来 出来 怎 怎么了 对 什 什么呀 你要干吗 干吗 你不是要哄我吗 我自己把我自己哄好了 你信不信我揍你 你揍吧 你揍完我了 还得哄我 不去 我带你去个地方 根据赤侯传辉的消息 谷中方元无礼并无复兵 将军为何不打算进山 江副将似乎有些心急呀 末将 只是担心 夜长梦多 命迟后 再请勿力 是 醉眼沐浴 跟我走 我拉了个东西 我拿完就走 我真的拉东西了 麦兄弟 先生说了 无关人等 不得入内 我要真有什么东西啊 完事我给你送过去啊 我 来 麦兄弟 将军 营中警戒赵人拉起 可是嫡媳 刚刚得到消息 北墨已经派赤侯深夜入山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在这黑暗之中 他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 得知我军方位啊 手下败将 还敢卷土重来 陈启大军输给了不计三成的 兵力的我们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都已经颜面扫地 所以此次 大家一定多加小心 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 挽回颜面 会派谁来呢 臣其手下 有两员大将 周志仁老成 但谨小慎微 常遇行善战 且阻止斗梦 能够悄无声息地 濒临山下 恐怕后者可能居多呀 不计划 都被沙将的名头吓破了他 老子就不信了 他常遇清比别人多个脑袋 将军 并非末将长他任志气 打仗 当知己知彼 常遇清此人 算得上是军中奇才 幕后善于排兵不振 上阵则可以直取将领首级 倘若与他正面相抗 以镇北军目前并离 你 恐怕未必挡得住他 如今我们这里地势宽阔 无险可守 一旦陈琪主力从乌兰山出发 我们将会被两面夹击 唐宵卫说得有道理 所以 我们必须立刻找寻 另一处天线 方有生算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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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把事 对不住 打扰了 唐大哥 阿曼 快起来 北墨狗 打死我了 别别别别 方先生 你好 这是你姑爷 四丫头 胡说 她是你爹 爹 爹 你回来了 回来正好 我娘正做饭呢 嗨 她爹 回来啦 老爸 我给你做饭 给你爹好好聊 我做饭 行 娘 你快去忙吧 我陪我爹聊 爹 咱去那边聊吧 袁帅 程雨晴找到了 如何 人已经活着回来了 让江程义把尾巴收好 莫要留下把柄 属下明白 阿曼 你掉下段牙之后 这一夜是咋过的呀 命大 没死成 找了个山洞 凑合了一宿 大哥 你找到王七他们了 我在十五口接应到了 吉英他们 没生气可了 阿曼 大哥有个事想向你他们 来 什么事儿 其实大哥 早就猜到你是个女子了 野狼沟战后 你受了重伤 却不肯让军医给你脱衣疗伤 我就觉得奇怪了 后来我仔细一想 你好像也不肯跟大家一起下水 甚至还说 有什么只能自己方便的怪癖 我就越想越奇怪 我 不肯拿着 不肯拿着 状态 你不肯拿着 好 你不肯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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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费你 我肯拿着 你可以选择杀你 你不是开门 你不肯拿着 我现在就放了你 成交 教我怎么信你 我常遇清 一言计出 似马难追 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们现在在这儿 我不是将 你也不是兵 就当交个朋友了 你叫什么 我叫麦穗 你可以叫我阿麦 阿麦 很好听的名字 将军 不走了 应该休息了 这天这么老 他会不会着凉啊 阿麦名应 一定不会有事的 阿麦 小龙 小心烫 你 装成男人餐具 到底是為了什麼 別說是為了上陣殺敵 我可不信 你還真說對了 就為了殺敵 你救了我一命 若是你願意告訴我實話的話 我沒準可以幫你 你救了我一命 你怎麼幫啊 我仇人是北墨人 北墨人又怎樣 他是何方人士 做什麼呢 跟你說了也無妨吧 陳啟 陳啟 你和陳啟有仇 什麼仇 哪真是呀 既如此 那你跟我回北墨吧 我來幫你報仇 你怎麼報呢 你是北墨的將領 他是北墨的元帥 你把我當傻子啊 這件事情我一時半會兒跟你說不清楚 但是我常遇清 言出必行 向承邑 主帥已衝擊 兄弟們 跟著長將軍 衝啊 來吧 阿滿 回城門 衝衝 阿滿 射不穿呀 有准膝蓋和腳伤 弟兄們 說膝蓋一下和腳 兄弟們 忍住膝蓋和腳 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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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們 跟我上 打 離開 走 阿滿 走 阿曼 你管她 天啊 你管她 那你管她 车 做得好 墩着 没问题 放下 deixe 是 驾 撤 阿曼 咱们把他给放了 江承义服气吗 我哪知道他服不服气啊 不过 他今天挺让我刮目相看的 待人打得十分勇猛 今日在场看见他 没有一个不服的 蠢谎 传令下去 江承义如此汉勇 下次攻城 宁他当先锋 等令 阿曼 你想什么呢 想这长御清的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这还是当将军好 他一个人的决定 让无数人想破头 他能决定睡不住 这个发霉的被子 早让你拿出去删 你看现在没了吧 李长 我帮不了你啊 你跟吴长凑合一晚上吧 吴长 你不洗脚 现在阿曼是淫冠 你不听他的呀 老子上个月刚洗过去 好好好 你小心老子手 你这个脚啊 哎呀 骨掌 往后点儿 我打了半辈子仗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握不着头脑 敌军明明已经攻上城墙了 居然又撤退了 宁金收兵 好像是阳光 他们兵为真心 想攻打我们成战 拿下城墙 甘百尖 甘百尖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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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冥金收兵 还不冥金收兵 是 老白 你的姨姨留守 太过危险 不如我们换一换 你得让让后我守城 你守得住吗 我 守城确实危险 但是我不怕 其实我先里明白 换作谁去让后 都有可能选择出逃 把我们当作妻子 但是你也不会 我相信你 一定会回来接我 阿妹 你放心 五日之内 我定会回来接你 多加小心 还有啊 今日人都饮杂 就先不报了啊 我 什么时候你还在这开玩笑 你忍耐一下 等回来抱你啊 我走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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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回来 将军 池后来报 天威量时 在平家澳城寨后营门 有大规模部队出没痕迹 一共有多少人 具体人数尚且不知 派出去的池后都已经被袭杀 镇备军也清理了痕迹 可还有其他的发现 平家澳城寨西头 有树林被砍伐的痕迹 一大早派军队去砍树 弟兄们 把火烧得弯弯的啊 快点啊 阿曼 烧火这活你行不行啊 太行啦 阿曼 这样能骗得过长御兄吗 这儿啊 这样肯定骗不过 早上砍的木头还剩多少 够用几天 可别全都烧了啊 下午叫兄弟们一起 咱们做边界 咱们现在只是一个人守城 还要去做边界 那岂不是城墙上没人了 二蛋 你说这城墙上 就咱们守营跟大军都在的时候 有什么不一样啊 阿曼 我是二蛋 我不是傻蛋 那城墙上人都不一样多 你说的没错 这城墙上的人啊 突然少了 长御兄肯定会有所怀疑 我们这样捡兵增造 就是要告诉他们 我们全军都在 所以我们要做边界 给他们看 让他们知道 我们是要打持久战的 如此可教啊 那我们在这儿做边界 那他们怎么看得到呢 那就得麻烦你跑一趟了 坐 哥 那陈起非得给你住在一处 未免也太不尊重你了 好歹你也是个将军 应当有自己独立的府邸才是 兴军打仗 有地方住就不错了 要求那么多干嘛 我就是看不惯 陈起和他那伙人 尤其是江城邑内所头乌龟 要不是他躲在军营里不出来 我早就一刀把他狗头砍下来 哥 我知道 要冷静 陈起也是奇怪 非得和你住在一处 他表面上是与我亲近 但施泽是为了盯住我的一举一动 这豫州城 虽是我打下来的 但施泽是陈起在与当地的守军 交涉 他是铁了心要掌握住豫州啊 原来如此 可家里不是说 在外面少说两句啊 这城中的巡防是由你来负责 方才这一路赶来 我都没有看你仔细盘查周围的百姓 别让西座混进来了 哥 你看这南下百姓他们那样 怎么了 哥 没什么 下一步巡查要仔细一些 有什么情况立刻想汇报 是 那边 很久を看见 我带去 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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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三 我绕出了 老二 老二 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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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二 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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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去看看 二大娘 你也得活下去 你吃吧 二大爹 拖出来 来 拖出来 这不能吃 这些银子你拿着 去给孩子买些吃的 谢谢恩公 谢谢恩公 我谢恩公 我谢恩公 不必多礼 快醒醒 不必多礼 好 谢谢 谢谢 阿妹 我们还有必要去找石大人吗 石大人未必知道这里的情况 他自己玉州的百姓他不知道 我跟他芭城已经和北茂人勾结了 大哥 等见到石大人 我们来打一个配合 我们边左边说 走 哥 若不是我再评价要被紧 你现在也不必如此为难 既然知道 下次就应该小心一点 现在最要紧的就是 尽早夺回玉州城的指挥权 这样才好让家里在朝中运作 让陈吉退兵还朝 这还不简单 抢过来呗 罢了 再慢慢向车吧 你都巡查完了 放心吧 哥 我查得可认真了 我来就是告诉你 我带人把玉州城兜了一圈 没发现什么异常 去师傅查探了吗 没有 那老头儿 听陈起的命令 我查他干吗呀 不行 我还是放心不下 我自己亲自去查探一下 大哥 事不宜迟 咱们得速速回应报信 要是能有两匹快马就好了 这样啊 麦 大哥去北莫军中 寻两匹马来 咱俩一起去 就大哥一个人去 反而更加安全 你就在死地等大哥 要是大哥半个时辰内不回来 你就自己回应报信 大哥 大哥 如果你回来之后 没有看到我 也自尽回应报信 不用管我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去哪儿 我就说嘛 这个穷鬼 哪儿来什么钱卖粮食 都给老子抓起来 等我们走 走吧 二大姐 全都给我们到城市 主导你 你不必要杀我天天 谁干的 将军 饶命 我常于卿说过 不许自饶百姓 怎么听不懂本将的军令 将军 小人之存 寡人是你 你不是一个人 不许自饶 夫人啊 今天出城静香 可曾遇到什么麻烦没有 不曾 一切都好 好 好 这春启啊 非逼着我收他们的东西 夫人 你把它收起来吧 这屋中珠光宝器 石将军和石夫人 过得好生滋润啊 卖兄来了 快快快 石将军 石夫人 这就是小侯爷身边的 对对对 这就是小侯爷最新任的阿卖 我这就给你们放封卷 好 我这就给你们放封卷 二位 请受老夫一拜 石将军快快请起 为何行如此大礼 你们都是商帅 最亲近的人 见到你们 如同见到商帅 老夫窝居豫舟 苟且偷生 怎么对得起商帅 怎么对得起 在前线奋力杀敌的将士们 老夫惭愧啊 石将军 北墨蛮横 您留在这里与他们交流 想必受了不少的委屈 想必受了不少的委屈 不知北墨人 可有为难石将军 他们对城防民事一概不知 有的时候还要来问我 所以对我妈还算客气 北墨人让石将军 吃着大鱼大肉 又拿了那么多宝物 一共赏完 未免也太客气了吧 商帅怀疑我投敌 北墨人送的金银 我拒绝了十之八九 但也不能一点不要啊 他们容易起疑心哪 他们还把我软禁在这儿 石将军莫要担心 商帅一直相信 石将军的忠心 此次我们过来 便是与石大人商量 如何收复豫州 豫州乃中原粮仓 绝对不能落在 北墨人的手中 商帅可有万全之策 商帅并无计策 那老夫 恕难从命 石将军 方才我等多有得罪 还请将军不要计较 都为城中百姓考虑才是 我也是为百姓考虑啊 商帅以我投敌 这是人之常情 我不怪的 但是北墨守军兵强马壮 商帅又无万全之策 我不能拉着 一城的老百姓的性命去赌啊 石将军 你知道城里的百姓 现在什么样子了吗 休拿百姓做幌子 你可知道这豫州城的百姓 已经成了待宰的勾扬 你还好意思提 百姓有难 卖将军这尺要拿我练手啊 这可伤不到我 我要跟你成亲 这两盒都包起来 一尺九 臂战二尺二 肩宽一尺二 二尺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好高啊 既然喜欢就买下来吧 我不喜欢 那你喜欢那些 让它们包起来便是 我喜欢这个 就它吧 还是木得好看 木得温润 不宜伤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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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姑娘 你要克制你自己 我 我不行的 你干什么 是我 阿妹 你怎么穿上女装了 我刚刚还有我变心了呢 你怎么在这儿 那 那我应该在哪里啊 我明白了 你这是在乔庄打扮你自己 等我救你出去呢 我来了 走 你出现在呢 郑将军 你的心该结束了 是该收场 放下武器 报告元帅 你的兵已经被我们围剿 本府由我来接管 元帅勿要担心 玩够了吗 哥 外面都搞定了 你早就做好了准备 你赢了我那么多次 也该让我赢一次了吧 弓箭手和禁卫兵都已备好 一方不策 不策刀 你勾结细作 绑架元帅 各位先出去好好想一想 该如何向朝廷汇报 今日南下刺客 刺杀元帅一事 若是想不好 今日的死伤人数 恐怕只增不减 带走 走 打你不当 走 老子没有放过你的 走 阿门 你开始问了 你想问什么 当年和你一起杀我父母的人 他们是谁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刀铃头还醉影 当年 同我一同去省国功夫的 那便是你们省都的玄武军 你是说和你一起杀我父母的人 是朝廷里的人 那出谋是谁 说 你也认识我 即便你知道了 也只能涂层仇故 仇恨伤身 我希望你能放下 阿门 杀他无极于事 我向你保证 你把他交给我 你想要他的命 我随时都可以拿给你 来人 在 在 先把他绑到窝荷郎柱上 是 哥 哥 石大春一直不出现 咱也别等了 直接拿吧 那又如何向朝中解释 细作混入城中 不是刚好有人背黑锅吗 不行 你难道要让我 把你嫂子交出去吗 只是假借细作之名 到时候偷梁换柱 还真能把我嫂子交出去 去吧 等令 对不对 什么事 我得让人家交出去 有机场 迈大哥 喂 绣儿 你醒啦 行李收拾好了吗 收拾好了 没什么东西 就两件衣裳 迈大哥 我们先吃饭吧 好 吃完早饭进床 迈将军 迈将军 你快去看看吧 张世强跟人打起来了 等我 干什么 住手 走开 起来 看什么呢 走开 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打架 说话呀 为什么打架二当 他爹为你 白带 闭嘴 他还说你是个女的 这事儿 军中到处在传 我不管是问了他们几句 他不上来就咱 麦将军 难道说话也要受罚吗 你别再说了 你再说一遍 住嘴 说话不用说话 但大家斗殴 按军计 当打二十大棍 要罚 就三人一起受罚 我昨日罚你 指引你毫无知错指引 是啊 我平儿里是不喜欢 抛人说我笑女人 但嘴掌在别人身上 我管不着 你们也管不着 今日之事 我暂且不罚你们 再有下次 绝不轻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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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军棍不得啊 忘了 疼哪 这 疼也得干他呀 谁让他欺负你 刚刚那些话 从哪传出来了 不知道 算了随口疑问 你们俩先忙着 我去找唐大哥 好 走 我这嘴呀 真是的 不能喝就别喝嘛 我喝什么酒 我这嘴 我说什么呢 我 我说什么呢 怎么了 牙疼了吧 有点上火啊 跟你说多少回了 少点叶 多喝水 是 小侯爷 这是给母亲的平安信 把它寄出去 是 小侯爷 先生传话来了 你不要再换了 我在战场上都没有怎么运过 航拍 我有一个担心 不知当奖不当奖 我看出来了 你说吧 这宇宙城 是典型的一共难守 咱们就算是攻下来了 可是谁来守呢 这后面就不好办了啊 你说得没错 这玉州城啊粮草丰富 这北莫军这么野蛮 很容易打回来的 我都有一计啊 不如咱们走吧 你把我给绕晕了 咱们从哪儿去啊 随便哪儿 只要离开玉州就行 反正这城我们也算攻下了 我们是主动走的 也不是被别人打跑的 咱不丢人 不丢人 你走了玉州百姓怎么办啊 之前那些北莫兵在城中 怎么对百姓的 你忘了 阿麦你能不能别老百姓百姓的 我们能不能为自己活一次啊 我真没有想到 你是这样的上一支 我得先活着 我才能做个人 活着 行 你确定你想走是吧 我想好了 我明天就收拾行当走了 至于这玉州城怎么办 车到山前必有路 反正我撤了 谁能管谁管吧 我不管了 我真想不到偌大的南夏林 一个真汉子都没有 原来站在我眼前的这个人 也不是一个汉子 行 你走 你走我什么 也行 退兵 退兵 让我躲一点 小心点 小心点 助手 敬古 练你 此次北谋退兵 既给了我军整处逮发的机会 也给了我们的百姓一次 休养生息的时间啊 若能一直这样 该有多好 此次进程 这北墨人是怎么对待老百姓的 我全都看在眼里 若是我能做出 定将这些北墨人随时万断 任何国家都有凶残可恶之力 任何国家都有可爱之人 谁啊 这北墨人里头谁可爱啊 你是不是在抬杠啊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你正经的在说长雨晴 说起来 长江郡这些日子对我确实不错 有求必应 温柔体贴 我若是普通女子 这种男人确实值得考虑一下 承认了是吧 你直接承认了是吧 你变心变得够快了呀 那天真的想破假山后头 我看见那极品我都没变心 你变心了 凭什么呀 你有完没完 我都跟你说了 我若是普通女子 我问你 我是普通女子吗 你别跟我说什么普普普通的 我是普通男子吗 我说呢 为什么穿成那样 原来是给人家长雨晴看的呀 你能不能别再无理取闹了 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 行就说吧 这次要我怎么哄你 石将军的事 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 破釜沉舟一次 坚持抗制 其实将士们心里都明白 如果没有石叔 就没有清淤联军的金铁 也就没有十万大军的我们 但凡我跟石叔有半点闪失 清淤联军的将士们 都不可能坐视不管 所以说这次 我打算带兄弟们走一走 你打算用十万大军做筹码 反要挟皇上 虽然我置身前往宫中 跟皇上谈判 但是我们的石万大军 就在城外候着 这样做 皇上确实会有所记得 没错 你不觉得 如今的我们跟皇上 是有一种平衡在的吗 有平衡就会有制约 而有制约 才有了谈判的筹码 而此次谈判的核心 便是石叔的生产 你已经两天没吃过东西了 过来吃点 我得不得了 这样对得起石叔吗 我对不起他 石叔选择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你 他把自己所有完成不了的希望 都记作在你身上 你这样颓废 确实对不起他 我如今守护不了师叔 以后便守护不了你 我们是彼此守护 不是谁守护谁 以后的路还很长 不能就在这儿倒下来 先生还在等我们 请来吃一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throw 尸报 Studies in the next 我发现了 那是个女的 你 喝喝喝 你就知道喝 偷看我是一张铺子 说漏了我麦将军的身份 现在还杀了贺超 我真的是罪无可恕 周中 你把心放肚子里 小回爷一定会有办法的 二表兄 表弟啊 哎呀 表兄在此等候多时了 表弟啊 表兄想跟你 单独聊两句 来 这么多人看着他 不做了 续久未见 表弟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这有无兵权在手 到底是不同啊 想着咱们俩小的时候 经常一起玩耍 一起打闹兮兮 表弟还记得吗 不记得 那时候二表兄总欺负我 这 我怎么不欺负别人呢 还不是想跟表弟一起玩吗 呵呵呵 表兄呢 喜欢开门见山 此次前来 是想跟表弟 做个交易 这 二表兄跟一支能做什么交易啊 表兄 表兄知道 你一直是父皇想要找的那个人 父皇呢 已经在圣都磨刀祸祸了 不过你放心 表兄呢 还是会像小的时候一样 跟你站在一起 只要你能够投靠相助本王 本王保你们的性命 咱们俩 一起享受荣华富贵 嗯 这二表兄说的 一直有 有点听不懂啊 不妨 不妨 表弟再好好琢磨琢磨 回圣都的路还有四五天 够你琢磨的 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 给表兄一个满意的答复 殿下 您好像走错方向了 十九未出宫 见效了啊 表弟 改天见啊 他这是要拉拢你 新手说的 果然没错 为何想过 这一位太子殿下 才是名正言顺的储君 一位太子殿下 而且您心存善念 定会是一旦明君 好 既然比我弟有此心 故 必不负你 你不负你 此次回圣都啊 我们二人的心一直悬着 若是不能平安地回宇宙的话 今日打赢殿下的一切 不会只是泡影 让姑想想 有了 脉将军可愿收玉岳为徒 你不负你 在父皇面前 玉岳的面子 可比孤有用 谢太子殿下 谢太子殿下 表弟和麦将军 不必多礼 那属下就先行告退了 两位请 殿下 殿下 您看 谁回来了 不孝子回来了 母亲 快起来 母亲起来 身体可好呀 你好像更壮实了 说 还那么不稳重 不稳重 五白 辛苦你了 不负殿下祖托 护小伙爷平安归来 这位是脉将军吧 末将脉岁 参见长公主殿下 对脉将军本宫早有耳闻 今日一见果然一表人才啊 这位是脉将军本宫 殿下过脚 末将想 殿下与伤帅应许久未见 有许多话想要说 末将就先行退下 退什么退 你知道你该往哪儿退吗 母亲 周水老队 给他累坏了 要不然让他先回去休息吧 你看我这一高兴 也忘了李树了 其实客院都已经安排妥当 归顺啊 来卖奖金 不用客院 让他住我那儿就行 好 也好 去吧 二位一起看 末将高退 你们也都下去吧 是 来 来 快坐下 你成长了 甚是为你骄傲 这是此次 没能保住师叔啊 我听说了 这事怨不得 是宫里那位还没死心 所以这一次回来 你要更加小心才是 此次会这么多 我有一个计划 我要与太子结盟 与太子结盟 虽然跟他接受的不多 但是不能看出 他其实是一个生性纯粮之人 而且他最缺的 就是兵权 如果有我助他一臂之力 他定能扭转乾坤 登上皇位 待他登记之时 我才真的能有能力 护母亲周全 不过目前 郑北军才是你最大的筹码 像阿卖啊 众将领 你都要用怀柔之策 我使他们生了二心 母亲放心 孩儿记住了 这都是 请母亲去赏花的帖子 是啊 这几位府上 都有与你年龄相仿的女子 所以我来征求你的意见啊 母亲 若您是为了散心 那去便罢了 若是为了孩儿的亲事 那母亲不必担心了 为何 因为儿子 有了心上之人了 真的 哪府的女子啊 她双亲已故 而且都无官职 是平民 还是个孤女 她自有家中就生了变果 自己一个人长大 这一路走来 着实不易啊 她只能 女扮男装 才活到现在 不过 她依然保持着那份 纯真 很善良 行 世间竟有如此可怜可爱的人 我很同情她的遭遇 但是 平民是做不得你的正气的 可是母亲 她可是救过我两次的人 宁翠阁我遇刺你还记得吗 若不是因为她 我根本就走不出来 还有 后来到了青州宇宙 我屡次遇险 都是因为她出手相救 我才能逃出生天的 你说的莫非是 正是我阿麦兄弟 难道像阿麦这样的女子 不配 对 跟我成亲吗 原来是这样 难怪 你们刚回圣都之时 那阿麦见了本宫 紧张成那样 好吧 你的事我就不管了啊 对了 你能不能让那个阿麦将军 过来与本宫聊聊天啊 我去 她呢 已经做惯了男子了 连做女人她都不习惯 更别说 这些繁琐的礼劫了 不如这样 让她 再缓一缓 儿子 定能安排 好吧 听你的 属下只是担忧 在小侯爷面前 不好解释啊 你 你 你 一直离开圣都这么久 长进破风 是应该让她明白的时候的 无妨 我来跟她说 小侯爷 能有今日之所成 阿麦 功不可没 是啊 这阿麦人品俊秀 颇有男子的洒脱 我甚是喜欢 更何况 她很有智慧 又懂兵法 日后 可以辅佐一支 虽然 在身份上略有欠缺 但也无妨 没有外戚 倒是好事 难道殿下 还不知道阿麦的身世吗 她 不就是一介孤女吗 其实阿麦 并不是平民出身 论起来 也是世家之女 这可怜 家世凋零 她是何家之女啊 她是圣国公之女 韩麦遂 殿下 圣国公之女 竟然还活着 十几年了 她一心想找到 秘门的仇人 为惨遭杀害的双亲复仇 可谈 可惊啊 上河有报 墨歇 喝了酒了 心情不少 少喝了点 这浅艳可真热闹啊 麦将军的笑声 都已经传到我洛霞轩来了 对 正是因为此事 母亲 我爹的七位 七叔 你还记得吗 就是 脸上带疤那个 你们都已经查到这儿了 这玄武军 真的跟我爹有关系 对 玄武军的统帅就是你夫妻 那阿梅他爹 当年 你夫妻 带了一众精英 乔装成被墨来 有盛国公那个养子 臣妻带领 杀了盛国公夫妇 所以你夫妻 就是阿麦的杀父仇人 不可能啊 王帝为何要这样做啊 本来想瞒着你们 没想到这么快 你们就查到这儿了 麦将军 可知道老夕与侯府的关系 我没提过 也罢 其实 你喜欢的人 我也喜欢 只是现在 你们都已经查到此处 像阿麦这么聪慧 不会放过这个线索 实力包不住祸 我们还是 尽早有所打算 母亲 事到如今 你得帮我 那你 打算怎么样 我打算 满他一辈子 我打算 来 吃点 怎么就一碗发 你不吃 我跟母亲用过了 今天有发现什么线索吗 都吃点 多吃点 对了 你今天去寺庙进乡 有趣吗 美女好看 什么美女好看 我 我说那个 宋经的和尚 她美女好看 你怎么不信 怎么你不信啊 你要不信 我下次可以带你一起去的 我哪有那功夫 我真搞不清 这盛多城里的艺庄 怎么那么多啊 明天我还得接着去找呢 我陪你一起啊 嗯 请 是 二 lihat太坊 绕姑母亲蒙 无妨 太子稍坐 你是找一隻吧 你们快去把一只请来 是 请坐吧 二位免礼 姑遇到了南处 玉儿她被绑了 什么 太子殿下 可知是何人所为 有人收买了姑的门下 将玉儿幽红出宫 而这背后之人 正是姑那二弟 姑那二弟 不许姑禀明父皇之道 只让姑 之身带着印信前往康王府 否则玉儿的性命不保 想必 现在玉儿也被他们藏在了一处隐蔽之地 所以 姑现在 只能过来求助于表弟 和麦将军 救玉儿一命 太子殿下 万万不可啊 你们两个人 现在是姑唯一可以相信的人 殿下快快请请 殿下 末将是玉儿的半个师父 自然不会修守旁观 好 胡便将玉儿 托付于表弟和麦将军了 太子殿下 时间尽 让他们先做个安排吧 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府中可幼之人能有多少 五百 卿卫 就算把小思加上 也就十多个人 顾不上那么多了 我带人去 你留下 你带人去 那多危险啊 那不行啊 听我的 没商量 别争了 你们一起去吧 一定要小心啊 小 小手怎么办 皇孙殿下 阿麦就下来吃 卖食 麦食 康毛殿下 皇孙被人救走了 而且 宫里的人也到了 我 即便你赢了 明日我也会将消息 传遍天下 你的太子之位 还能做得稳吗 亲密 你想要的那个位置 永远都得不得 好 孤舅是死 也不会背叛父王 齐静 你这人为何 你这人为何 因为只有我死 月儿才能活 她的身份 才能化假为真 因为只有亲父 才会为了保护自己的亲子而死 妈 你早就准备好了要死 不早不安 不早不安 刚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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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专後 iernack 身上 你是何人 三位这是要逃去哪儿啊 我们又不认识你 这个总认识吧 刘七 方大牛 一三海 数年前在一场大火中殉职 殉职后朝廷常年照顾三人家校 看看这画像 面熟吗 兵部虽找不到玄武军的资料 可也有些好东西 要不 我把三位的家小请过来 让他们当面地看一下 他们一辜的亲人 到底怎么回事 玄武军不入军计策 也部署兵部管辖 自然 听不到也查不到 你们为什么要假死顿时 当年 侯爷从玄武军抽掉了我们这批人 我们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上面也不会跟我们解释 侯爷唯一的命令 就是斩尽杀军 侯爷 哪一个侯爷 丁南侯 上回 丁南侯 你这是 母亲 您怎么来了 这是我给阿曼准备的红色嫁衣 我今日 替你与泽柔交换了八字帖 母亲 为何要与他交换八字啊 今日 我正式为你 求取林相之女林泽柔为妻 你 林相对你甚为满意 我不同意啊 我的心里就只有阿曼 母亲 我非她不娶啊 嗯 我知道 但是阿曼与我们侯府 又血海深仇 她一旦知道真相 会更恨你啊 我会一直瞒着她的 她永远都知道不了 谈何容易 她这么聪明 难保她不会用旁的法子 知道真相 你能瞒她一时 瞒得了一世吗 再说了 母亲和侯府上下 我们全部人的命 都抵不住 你对她的这份情爱吗 这 总之母亲 我在心里只有阿曼 若必须成亲的话 那我只能与她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再想想 好好想想 齐桓 你想不想要回你的皇位 母亲 母亲何处此言啊 儿子 从未想过 母亲也知道 当初建立镇备军的时候 儿子是为了自保 若是现在抢回皇位的话 一定又会引起腥风血雨 本来我就不喜欢打打杀杀的 若是这么一来 不违反了儿子的初衷吗 我知道 你宽厚人的 但是 你觉得 你不去争 就可自保吗 东宫是怎么没的 康王是什么样的人 你不是不知道 如果有一天 他登上大宝 估计我们定南侯府 定会被血洗啊 母亲多虑了 这康王连兵权都没有 儿子现在 可是镇北军大元帅 他敢动我们 你父亲都保不了 定南侯府 你又能做什么样 这是何物啊 这是当年 我去宫里给你父亲 青睐的药方子 你父亲也死于此 你父亲也死于此 你父亲当年功勋卓重 引得我黄雄 慎世齐 借我的手 杀掉了他 这样子 就可以肆无忌惮地 对付你了 现在 现在 不仅仅是定南侯府需要你 而是天下苍生斗需要你 皇上现在陈你也全输 不顾朝廷兴亡 不顾百姓的死祸 而康王的和我那皇兄 如出一辙 你觉得他做得了明君吗 现在 朝廷上下 文武百官 还有百姓们 都渴望你这样的明君 带领他们走向富强 你不用担心 我都为你准备好了 林相是朝中重臣 他愿意辅佐像你这样的明君 而现在兵权 朝臣 都为你准备好了 你只要顺事而为即可 今日 请林相前来 有一个不情之情 也不知林相与夫人 是否舍得 将女儿早日嫁出呀 殿下想要提前婚妻 是 这是为何 儿女已有婚书 便是板上钉钉的夫妻 登基之日一同礼后 抵后相邪 岂非更好 是 殿下有何为难之事 胆说无妨 难道是 以之不愿 也不全是 如今 局势动荡 万一 有什么差池 夜长梦多 殿下不说 老夫也略知一二 究竟何人能越过本相之女 逃逸之欢心 谁 阿麦 阿麦 就是郑北军那个阿麦 她是女子 本宫 原本也不想隐瞒于林相 毕竟咱们是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 今日请林相前来 主要是想表达 虽然一支忠义于这个阿麦 但是在本宫心里 儿媳只有泽柔一人了 只是 主要是怕一支 年少无知 一时糊涂 不好收场 也好 泽柔将来是要做皇后的 也不是不能容忍 既然一支喜欢 待大婚之后 把那阿麦收了就是 不可 阿麦 绝不可入我定南侯府 为何 因为 阿麦 是韩怀成之女 韩怀成的女儿 母亲没有为难你吧 当然没有 你不说我也知道 听我的 咱们回青州吧 回青州 不报仇了 我说报完仇之后啊 咱们回了青州 立马把亲结了 咱们还是先想想 这次进宫 如何才能全身而退 你有办法吗 进宫之后 我去自杀琪琪 你前来救家 那我 只要我落在你手里 我就有机会保命 你也可以控制朝堂 防人作乱 此即可休 只是还得信谋啊 皇兄 若有什么话 请与陈妹明示 如今呢 没有想到 你与朕疏远到了这个地步 幼时的众多姐妹中 朕最疼的 就是你啊 你总是应求我 带你四处游玩 你那个时候体弱多病 三残不离药怪 母后总是 看着你吃完了药 才肯安心 我虽不是母后所处 却从未有师母爱 不离药怪 我记得有一次 我实在扭不过你了 就带你出了宫 我不敢走远 只能到 朕的武术半途商家 那时候的商家 还没有封侯禁绝 也从来没有接待过皇子 闹得人家 人养麻烦哪 也是那一次 臣妹遇到了侯爷 朕见你开心 就觉得什么都值了 从来没有后悔过 当时心里就在想 我一定要给我妹妹 想要的一切 即便是 后来让母后发现了 重重地责罚了我 我也从不后悔啊 朕当时就决定 一定要把商围 抢到宫中 给你当驸马 皇兴做的 却又将她躲去 是朕 对不住皇妹啊 皇兄对不住的 又何止是皇妹一人呢 我知道你所知的是什么 可是你我 毕竟胸没一场 朕想请你 帮朕最后一次 朕决定退位了 把皇位交给齐桓 多谢 来 好吃再来啊客官 又惹殿下生气了吧 这么明显吗 回回殿下生气 你就买同一种糕点 谁看不出来 可是回回 我都用同一种糕点 把它哄好了呀 我就不懂了 它有什么好吃的 好不好吃是一回事 你买不买那是另一回事 不是 那不好吃 它为什么会原谅你 他们在乎它 并不是这个东西 而是你的态度 这跟态度有什么关系啊 你已经没有救了 你就记住一句话 在这圣都城里 没有人比我更懂女人 女人 这跟女人又有什么关系 侯爷 看见母亲了吗 嗯 启禀侯爷 殿下自赏武离府 至今还未回来 他去哪儿了 这个奴婢不知 不过殿下很少这么晚了 仍不回府 奴婢也有些担心 我知道了 父皇 儿臣 儿臣此前来就是想让父皇知道 这个世上 任何人都靠不住 唯有儿臣 儿臣 一直以来对父皇 是一片赤诚之心哪 你到底是何意啊 父皇 父皇有所不知啊 儿臣的那个好哥哥 当年为了太子之位 和儿臣的好嫂嫂 假传怀孕 虽被找了一个孩子 这件事情 一直哄骗父皇 和整个朝堂至今哪 此事绝不可能 儿臣有实证 父皇 父皇 儿臣拿着证件 去跟太子对治 太子竟然以死互赌 接着太子妃 眼随太子去 父皇 此事已经传开了 众臣皆知啊 父皇你 你不觉得奇怪吗 一定是父皇身边的人 怕父皇再次受到惊吓 一直瞒着父皇您哪 父皇 如今朝堂之上 流言平出 人心不误 儿臣同父皇之所痛 及父皇之所疾 特地来心 亲自为父皇洗笔淫墨 父皇只要 只要 只要聊一聊几笔 就能稳固我南下的寄人 儿臣 自告废勇 也挺身而出 父皇 父皇 我 早知你这般无忧 我又何必 废心筹谋 姑母 你这又演的哪一出戏啊 你这个废物 不配跟我说话 什么 我不配 我不配 不配 姑母 说话可要小心一点 我说错什么了吗 你出身低微 才至平庸 你就该在宫里被欺负 要不是当初我可怜你 带你去面圣 我皇兄早就忘了还有你这么一个儿子 虽然太子并无大财 但是由你趁着 他便样样都出挑 更何况 他还有齐玉这张品牌 而你呢 蠢刀去争宠 你也不看看你何德何能 你给我闭嘴 闭嘴 你用这些不入流的手段 把太子杀了也就罢了 就算今天你把一只杀了又能如何 你以为你能征得皇位吗 但是我告诉你 依然不能 因为我皇兄心里最疼的是齐 你到头来 你连个孩子都挣不过 娘 妈 妈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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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事 疑惑了多年 终于有机会可以当面问问你 娘 娘 合适啊 说吧 当年 为何要灭圣国公韩怀成满门 你是谁 韩怀成之女 韩迈遂 是谁 朕真是老了 眼镯到如此地步 我只问你 为何要杀他 朕也不知道我 为何要杀他 为将者 罪系功高盖主 这便是帝王之信 倘若韩怀成有诏一日 把刀锋对准了朕 朕该如何是好啊 你住口 我爹的忠心对贴可表 你怎么能忍心下得去手 女儿 不是朕的亲孙 是太子受养的 并非皇族血脉 期质 其民查到了此事 他咬嚇朕 把皇位传让于他 朕不允 便酿成了几枝大祸 又此事无辜的呀 朕 甚为欣慰的事 朕知道你是真心教授玉儿 玉儿 尚未成年 无力自保 朕有心 将玉儿 托付给 麦穗姑娘 救救她 给她一条生路啊 国师繁忙 你最近身上的担子太重了 下午我跑一趟御膳房 给你做一些降噪的补品 你亲自做啊 那你敢做 我未必敢吃啊 还是这么爱闹 一点当皇帝的样子都没有 以后注意 以后越来越忙了 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 空了就能聊天 你担心什么呀 以后 你是我的皇后啊 皇后 你能想象得出 我当皇后 是什么样子吗 我想一想啊 怎么是这样啊 什么样啊 没事 还是这样好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你穿女人的衣裳 未必由我穿好看 少帅 阿迈被扣通敌之罪 被关入了天牢 通敌 谁耍的呀 并不上手杜长营 林相 这几种必有蹊跷啊 林相求见 张帅 林相 这前夕还打着仗呢 把主帅给抓了 你 你这是什么章程啊 朕北军元帅脉 里通外敌勾结北墨 若此时不抓 难道还要等到 与北墨军兵河一处 回宫南下吗 那你告诉我 他有什么理由通敌啊 脉帅已经认了 你要去哪里啊 我不许你走 我去哪儿跟你没关系 走 阿迈 如果你非要走的话 只能从我身上踏过去 小白 你让开 顺眼做命 你走了 镇北军的兄弟们 和齐玉怎么办 要不你留下 我放他走 要不然 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你走吧 给你认识 她们 拿着这个 这是鱼冠文殿 等你下次去北墨 拿着她就可以找到我 多谢 你若再敢赴他 我必带兵 当听整个南下 放行 驾 阿曼 我跟你说件事情 你不要尝心 我觉得 我知道 应该是商一支 把你弄进来的 他们审问我这几天 没有问任何 关于北墨军情的 只是 光问我你我二人 是否通敌之时 你觉得除了商一支之外 还有谁会对我们的事 先感兴趣 你想多了 他才不会做 对我不利的事 我就把话给你放在这里 一定是商一支干的 今天帝后大婚 赐予你的是喜酒 我 他不是我 垂入夜色还能触摸 光 独自行走 软尽这世间的颜色 怎么那么痛那么浓 那么依恋那夜梦 那感受就成为面膜 还虚妄 只是那些伤那规模 无处可藏那时光 那是我倔强的装忧 你隐瞒过了心声 我想我只能是个风中 飘荡的烟火 穿梭好看宇宙之外 追不惜的我 我想我只能说 是我像一阵深的热 辽阔天空闪烁 门下 朕闻包有德赏原宫 西圣国宫寒淮城 您还请少安无躁 圣旨前请不要失忆 西圣国宫寒淮城 素位中正 驱逐外敌 公安社稷 然北墨萧小 竟是南下痛失国筑 朕甚痛心 今 幸寻得已孤韩氏麦遂 以为英灵 韩麦遂欲出名门 得宜备至 着策为皇贵妃 入主常乐宫 令赐东珠百梅 锦断千匹 主者施行 钦此 赐东珠百贵妃 赐东珠百贵妃 阿妹 皇贵妃来得正好 徐姑娘聪明伶俐 知书达理 本宫甚至喜欢 方才已与徐姑娘商量好 将她留在身边当位女官 我 是吧 徐姑娘 皇后娘娘 是想把我的袖儿留在宫中 那是自然 既然皇后娘娘如此热情 又对我们秀儿如此厚爱 那我也留下来 我只是担心秀儿不懂宫规 一不小心 再冲撞了其他的姐姐们 我留下来教教她 皇后娘娘 应该不会介意吧 既然皇贵妃如此大意 本宫甚是欢喜 常乐宫早就 秀儿 我们走吧 秦玉殿下不过还是个孩子 好端端的 怎么会跑到御花园去设弹宫呢 定是有人指使 那宁姐姐以为 是何人指使呢 臣妾思来想去 只有得罪过皇贵妃 况且秦玉殿下的武艺 也是她传授的 除了她 说我她 好 姐姐们好啊 干什么 以下犯上啊 懂不懂宫规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 秦玉是个孩子 你干吗拿她出去啊 你也下着去手啊 嗯 我问你话呢 你怎么下着去手 黄贵妃 黄公主大点声我听不清 秦玉在宫中驰谢伤人 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 本宫身为皇后 本宫身为皇后 又是她的婶婶 理应对她严加管教 不然 长大后 骄纵蛮横 岂不是害了她 哦 哦 你看我都忘了 你是秦玉的婶婶 我没有婶婶 你别怪我啊 因为我不知道 当婶婶是这般滋味 你还掩饰什么呀 你不就是冲着我来的吗 别难为一个孩子 我告诉你 要是再敢动我的人 再敢动秦玉 咱们走着瞧 但他也拒 Annette 让她拒绝啦 我来啊 我来啊 只会你的工作 我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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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疑 你不能买 我来啊 我来啊 你不能买 不准备在家有杀 没听见 不准备回来 不准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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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明 马明 可以 可以 不准备到 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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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杨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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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牌 假的 阿美真的在宫外等我 自然 麥帅不愿意再进宫 土惹人注意 让我俩接地下出去 阿星怎么还没来 有我们服侍殿下 何必再有其他人呢 快走吧 快走吧 殿下 忽人想起 师父要采我功课 我先回去了 殿下 放开我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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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 放开他 放开他 我给我一个走吧 带走 好 驾 驾 我来 夫人 人已经上车了 没反抗吧 没有 安在那里 那走吧 是 皇上 不好了 皇上 皇上 齊羽殿下不见了 不见了 其他宫中查探了吗 宫里都找遍了 齊羽殿下和他的贴身内侍 都不见了 宫中禁卫森业 怎么会突然不见 近几日 有谁进出国呀 回皇上 今日 只有林相夫人 探望过皇后娘娘 下去吧 五白 去下副祖一趟吧 领命 等等 请皇上放心 微臣务必查探清楚 再做决断 我来就是想问你一件事情 昨晚穆白去刺杀齐羽 领的是不是皇命 我没有给穆白下任何命令 穆白是你的人 不是你 还有谁 那你告诉我 这孩子并非皇室血脉 我为何非要杀他呀 只因齐羽的身份 你知我知 可天下人不知 那我跟你说几实话 这件事情 我没有想好 你想都不该想 你如果真敢动那个孩子 跟骑警有何区别 阿白 我 无论你怎么想 我告诉你 这个孩子我保定了 古白 你不认识你 属下见过皇上 今天 你不是属下 咱们是兄弟 你先下去吧 是 坐会儿 是 家里都挺好吧 家里都挺好吧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 你又那么笨 我知道这些应该不难吧 好 那今儿我都告诉你 起初本名林敏慎 乃当朝林乡之子 当年父亲疑心 你便是奇幻 便将我安插在你身边 一辈 一辈不识是许 是 吉尔探子来报 说穆白 密会了林相 说实话 我不知道你去干嘛的 但是我跟他们打赌 也不可能害我 多谢皇上 这辈子 秦王 只问罪匪首 军事狡献 可既往不咎 末将护驾来迟 还请皇上恕罪 不迟 来得正好 快快清洗 多谢皇上 此事并非卑职的功劳 多亏了阿脉及时发现 我在街上装件礼遇 他喝得一身酒气 被人拽上了一辆马车 我觉得有些蹊跷 就跟了出去 发现马车出了城 他去找谁 城外十里厅 他要见的人是林相 林相 唐大哥 你速速回营 调配好人手 做好随时护驾的准备 好 阿脉 你要不要亲自进宫 把此事汇报给皇上 我如今不便参与君母 一切劳烦大哥 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 护皇上周全 多亏了阿脉 皇上 末将还有个不情之情 请讲 希望皇上 官赴阿脉原职 朕即日就宣 会罚阿脉 朕北军元帅一职 朕 多谢皇上 娘娘 娘娘娘娘 娘娘 小柔 娘娘 大人 不好了 宫里来人 已经到二门了 什么什么 快快快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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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皇上派太医来替大人看诊 谁来了 皇上派张内侍和太医 前来为大人看诊 皇上惦念大人身体 特遣咱家陪着太医来给大人请卖 报大人 报大人请吧 啊 请张内侍 太半官 向皇上告罪了 这是皇上的一番心意 报大人 还是安心受着 皇上 相爷 那三位老臣的下属 还在外面候着呢 再等等 看明日早朝是个什么情形 让他们都回去吧 是 众爱卿 皆是我朝堂之动粮 朕之故宫 如今一个个大病未愈 朕甚是担心啊 得医症 臣在 昨日看诊情况如何呀 回禀皇上 那几位大臣只是精神不济 并无大碍 并无大碍 就好啊 你去拿两炸箱来 顺便给朕的爱情们 带个话 他们是我朝堂的动粮 这身子骨不够硬朗 如何肩负得起 我南下的国泰民安呢 若是两炸箱过后 他们还没出现在大殿当中 那他们头上的帽子 便免了吧 我 贵妃娘娘 敬见 阿迈参见皇上 说了多少次了 见我不必行礼啊 先下去吧 是 对了 我给你备了一个礼物 我给你备了 快打开看看 喜欢吗 不喜欢 你还没看呢 为什么就说不喜欢 你备了吗 不喜欢 在凌桥 guess 他不住这是 在凌桥 什么 看什么 有没有 从一都 你没有 回头 有没有 即刻 我们就可以把他废了 如果你还不解气 明日醒来 你我二人商量一个对策 我们把他杀了都行 是不是我带上他 下一个杀的就是我 阿迈 你明明知道 我是什么意思 只要你能回心转意 让我做什么都行 如果你 看不惯我后宫的那些 莺莺艳艳的话 我们就把他们全都杀了 我信你干得出来 我也信你是真的疯了 我不想听你在这儿风言风语 如果没有其他重要的事情 我就告退了 站住 你不肯嫁给我 是不是因为唐绍义 还是因为常与卿啊 连他们两个你也要杀吗 你说得没错 若你真的疑情别恋了 我就把他们全杀了 我告诉你 我不许你懂我的人 听明白了吗 那我问你 你还爱不爱我 我们早就没有关系了 Complex在 宫皇贵妃 去常老宫 遵旨 你要软禁我 你说得没错 咱们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所以说 感情 是需要时间培养的 找我何事 北莫大军正在赶往靖阳关 而靖阳属我们的咽喉之地 若是失了他 恐怕我们就危在旦夕了 钟爱卿都说唯有阿脉 才能守得住靖阳 所以 你 臣氏南下的子民 如今大敌当前 又怎能安坐圣渡 微臣领命 快快请起 五福给我 对了 此次前去 你不必太过担心 我已就让淮南军派出了精锐部队 提前赶到了 他们定会护你周全 谢皇上 谢皇上 祝你不太过担心 下来 我得祝你 你不太过担心 也不太过担心 我得过去 我得过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你我兄弟二人不惜军功 就结甲归田 老乡下 大哥给你讨个老婆 一个可不够 讨他十个八个的 知道当兵意味着什么吗 战场意味着什么吗 我一脸一天我一眨眼就死在了那个备目的战场上 好 大哥 我能帮我收拾吗 我一眨眼就死在了那个备目的战场上 我一眨眼就死在了那个备目的战场上 交托于你 秦焕 你必须完成南下下一个十年之策 这是你的责任 我一眨眼就死在了那个备目的战场上 我一眨眼就死在了那个备目的战场上 备目的战场上 将晋阳攻守宋人 所以 大军出征前你就知道此战必败 有去无悔 臣启枪我保证 他会护你周全 我宁愿你让我和他们一起去死 郑备军 郑备军 全是你的兄弟 你把他们的性命放在了哪里 他们拼死拼我 保护你 如今你却将他们砌入碧履 可我换取了南下十年平安 有了这十年 我们可以重新组建一个 更加骁勇善战的军队 我们可以东山再起 你住口 你何时变成了这般模样 遗将功成万古枯 这个道理 是不是你教给我的 是 这是我爹教我的 我是唯一军主帅 可以占死在沙场上 但我们绝对不能够被出卖 被自己人欺骗 你可曾知道 郑备军身后有数万的 敬阳百姓 我们可以死 可那千千万万的百姓呢 都要死在沙场上 因为你的除了 他们就要丢掉自己的性命吗 你还不明白吗 圣败乃兵家常事 可他们的死是可以避免的 你不是一直想报仇吗 我杀了你全家 来替他们报仇啊 来啊 我杀了你 你在这儿 在那儿 要等下 再追上 我杀了 来了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来 先生请用茶 你不想喝酒吧 行了行了不喝了不喝了 那要从这一进门 你就让我不停地喝茶 再喝我真的要唱死了 若是这是什么好茶也就罢了 一股子没味儿啊 贤人手 靖阳城产物不丰 没什么好招待的 就连这陈茶 都是前些日子在关外 跟人家换的 行了 就你那点鬼心眼 老夫能不明白吗 不就是未经你允许 我都带了一个人进城吗 怎么了 难不成你还会叫人 拿棒子把那人赶走 我不会 但也不见 你 若有下次 就连先生 也休想过婉江半步 阿妹 你终究是沉哪 我知道 所以我没过脚 三年了 你说老夫来了多少趟了 你怎么还是有眼不尽呢 我也把话说明白 若先生是来看阿麦的 阿麦感激不尽 若先生是替旁人说话的 那莫怪阿麦感激 罢了罢了罢了 罢了罢了 我不跟你理论了 再说下去 你把老夫得气死 我都来了半天了 我怎么没见齐玉啊 他爱闹 我叫人 带他出城去打猎了 先生一路劳顿 用过饭后再走吧 还是秀儿懂事 先生这么忙 那么多国事要处理 哪有时间留在这吃饭 先生 回吧 无情无义 你真敢赶老夫走啊你 我的天啊 不会是 我这次会有什么事 我怕是 有什么事 我们下回来